我是第五小学 1.18版 你耳朵怎么那么大 因为我像动画片里边的那个大耳朵图图 你叫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图图 都感觉你像熊图图里边的熊二 我像熊二 我像光头墙吧 听编导说你有节目要给我们表演是吗 对啊 绕口令 行 我们先听听吧 先来一个简单的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手里煮的根笨白的白鬼半棍 他挺男的 还有什么呀 除了绕口令 咱们来一个男的吧 听一听 打南边来一个喇嘛 手里提着五斤喇嘛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边这个喇嘛 提喇嘛喇嘛要拿喇嘛 别喇嘛哑巴这喇嘛 别喇嘛呀嘛不拿喇嘛 提喇嘛喇嘛这喇嘛 提喇嘛喇嘛非要拿喇嘛 别喇嘛哑巴这喇嘛 别喇嘛喇嘛不拿喇嘛 喇嘛喇嘛这喇嘛来一遍 累吗 我听了都累 是您不说要学吗学吧 来吧 我放弃了 您不说您刚才有学去 这有什么男的 我主持人 我练这干嘛呀 上当了吗 我不是听说你还有快板吗 对啊 快板呢 我拿快板去 让工作人员送上来 行不行 行 不行就别来 待会别丢丑了 不哭着我就老这么呆着 尊严位在上听 一门似狼眼 挥把母菜 再在天里把花蛋 把花菜 好 您行吗 我不行 不行 我不行怎么啦 我不会怎么了 又玩我啦 不是你自己说要表演呢 为什么会这么多本事 那跨板项上是我师父教的 你喜欢吗 喜欢 你就特别喜欢动嘴是吧 对 那你会做主持人呗 我感觉当的也不好 是吗 因为有点坑人 就坑了你是吧刚才 对 就刚才 因为我学我学了 你看 所以我刚才作为主持人 我很好的把表现机会给了你 你才有那么数段的才艺表演 我就当了一个配角 我奉献还不够大吗 我能说是坑你吗 我是捧你才是啊 我才是那个捧根啊 没道理 没道理 我看出来这孩子再大一点 这嘴更不饶人 但是呢 据编导说 就是这个孩子的故事还挺多的 虽然刚才所展现出来的 都是他灵动的一面 但是你绝不会把 大难不死这四个字 跟他连接在一起 虽然六岁的孩子 今天他妈妈来了 我们请他妈妈上来 说说这个孩子的背后的故事 来 掌声欢迎 爸妈 您好 您好 来 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李玉红 来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把沙发拿上 这个非常活泼的孩子 其实 拿上去 我大家好 我可以学在你 跟他一杯 对 我来就忙着 不要 帮我 我来 帮我 你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挺顺利 说看看在中间里 有没有血液传染 感染什么的 就是那样 又在煎熬 又等 等等等等 病人上午 十点多以后 就说孩子 退到病房去了 等我们进病房以后 看到小孩 关了 或者装了 全是电线 就是这线 那线 监控仪 导尿管 导尿袋 嘴里还插着那个管 才一岁 对 一岁 哪也不敢摸 哪也不敢胖 看前面胸壶 小手还套着手套 说是怕 怕她拽你伤口 哎呦 我当时看见那小孩 怎么这样 就是又捡了一条命一样 你爱妈妈吗 有多爱 就是粉碎性的那种爱 粉碎性的 就是 特别特别 就很大 因为我妈妈 最照顾的就是 我妈妈还给我抽钱 抽钱给我看病 我觉得特别想感谢妈妈 那你准备怎么报道妈妈呢 就是 这 这会儿才有一个小孩的样子 刚才那打快板 绕口令 像大人似的 不如这可爱 你刚才说 师父是谁 你说不告诉我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那我先邀请一个人 那就是我的师父 那你请吧 请我师父上调 师父 来 请坐 介绍一下自己吧 涂雷老师好 尊敬的各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 我叫刚华 谢谢大家 你师父是谁 我师父是齐志 齐志大兵的齐志 对 你怎么跟这小孩弄到一块去了 在我的一次工艺演出 我正好在背场的时候 我就看他演出 这小孩挺有感觉 特别喜欢他灵气劲 后来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恰巧第二次演出又碰到他了 那会儿他妈妈和他 就一直到皮肤后的转了 我能看出来 就是想叫我微信 或者要个联系方式 完了 到第二次演出结束之后 我就 我是蹦不住劲了 我就给他妈妈打一电话 我说姐呀 这孩子你送过来 我真喜欢他 就是人家一直没开口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我开的口 那也不好意思跟人家什么快乐打 因为咱们孩子也那么大 头头一开始就是想拜他为师是吗 是他特别喜欢这孩 他挺开朗的 你为什么不说呢 怕人家收网 学的行吗 学的还行吧 能吃苦吗 能吃苦 其实他没问题 他妈不能吃苦 就每次我给他讲课 后来他妈被我给轰出我那块 给他上课的时候 我说您也出去吧 因为什么呢 我平时让他练习的时候 都是一遍一遍一遍的练 不下于五百遍差不多吧 完了他妈妈看着 气得那种脸红脖子粗的 我心疼了 听说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同学老师还有现场老师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十年前的五月份 我在四川读大学 汶川地寸 当时大二 正好我们去绵阳那个校区去踢比赛 两点开赛正踢着28分钟 我正好我跑得快 前锋我去追球的 追球我就走S弯了 我说我是不是头晕脑胀 当时那种感觉真是特别特别难受 我说我可能续牙膏了 大人说你这么大岁 肯定不是续牙膏 我队友说太晕 我说那估计天热咱俩中暑了 这正说着呢 有些孩子喊 我们一队友喊地震了 结果我们两队本来是对手 完了后来就是全围到一圈 那种胳膊挽着胳膊这么着 全坐在地下来跟着摇 就看 因为他那个操场是一个山顶 就看山顶 就那个烟雾起来了 你是基本上可以依赖 当时地震的一个大的那个情况 还有当时我们为什么手挽手着 因为就怕有那个地裂 因为地震它很容易地裂 好歹万一掉下去还有栓着 对对很幸运 我是兴奋者 那在很多人心里是翻不过去的一页 对 印象太深刻 我感觉就是地震 因为那个现场给我的感觉 确实很 很惨 这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吗 我之后就选择了这个 选择了一个职业 就是因为这个汶川地震 我在现场当志愿者的时候 我就看现场有好多穿橙色衣服的 我们的同学告诉我 说的这个是消防 后来我再看他们手中拿的仪器 就特别特别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 但是在现场 他们发挥的作用 因为我在旁边 我只看了一清二楚 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 毅然决言地去 参军入 就参加了消防部队 后来才明白 他们拿的那些仪器 真是 有什么生命探测仪 这是地震 必须用的一个仪器 完了 一压钱一压减 一压钱就是 通过人的压力去扩张 把人给救出来 几乎你有任何困难 都可以找消防 对对对 因为消防又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社会救助 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 我的 你的 你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跟我师父办一张巡演 说给更多人听 好 来 请回 巡演啊 七年的消防生涯 让我懂得了很多 也学到了很多 我就想用一种方式 去把这个消防知识 宣传给这些 就是老百姓 如果想到这些形式呢 我就想 这些消防知识 能不能用相声的形式 去逗大家开心的同时 让大家学到 哪怕一条消防知识 我觉得就是成功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录一些视频 然后录一些小视频 然后来去 在互联网上做一些推广 让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社会 菜需要这种知识点的传播 所以说我首先第一个帮助到底的 可能就是一些推广 还有一个在资金上面 我们熊九集团也愿意来资助和支持你们 把这个新愿来完成 图图 我也叫图图 特别可爱啊 刚才你讲的这个新愿 特别包括是老师 对这个相声的 包括消防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真的非常好 我呢来自凤凰古城 邀请你到我们的这个景点来 来做演出 让你们的这种消防的知识 用快乐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谢谢 听了图图的故事 我确实很感动 我们长春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呢 也愿意预约你们 到我们医院 去给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个肥胖群体呢 去说一说相声 向他们传递一下正能量 谢谢 他们待会儿会把这个消防的相声 会给我们展现一些 我们喜爱宫听 好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给大家做一个消防知识宣传 这个消防知识呀 师父您的白乎什么呢 我说做消防知识宣传呀 消防知识宣传啊 对啊 与我没关系 我您对哥说吧 回来 这消防知识不但大人要懂 小孩更应该知道知道吗 我懂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来者不计 请听题 说 什么可以引起火灾的发生 公报鸡丁 一向也是小炒肉 回来 等 等 等 什么可以引起火灾的发生 你这什么公报鸡丁 什么小炒肉 不是干嘛呢这 这些菜是不是得炒 是啊 炒是不是得用油 对呀 那油炉着火了 油炉就不及时 很容易引起火灾 您别说 说的还真有道理 我再问你啊 还有别的方法铺就吗 盖锅盖 对 盖中盖 师傅你耳朵里塞袜子了是吗 谁耳朵塞袜 我说的是盖锅盖 盖锅盖啊 对 哦 为什么要盖锅盖啊 您想啊 锅盖一盖上了 里边的空气自然就没有了 火自然就灭了 这小孩我还难不住你了是吗 对 您考我半天了 我考考您行不行 你要考考我是吗 对 那问题来了 说 如果我们家着火了 往上跑还是往下跑 我当多难的问题呢 嗯 简单啊 嗯 这着火了 烟和这个温度 全是往上走的 答案是往下跑 错 啊 怎么错了 我说是我们家着火 你们 谁家着火也得往下跑啊 我们家着火往上跑就最安全 我们家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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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着火